新华社科威特城10月1日电,记者王威聂云捧亚丁消息,野门军方一日透露,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鸿海港口城市和台达发生激烈交火,双方27人死亡。 据野门政府军军方消息说,交火持续数小时,导致8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十几人受伤。此外,政府军打死19名胡塞武装分子,并缴迫大量武器。 消息说,胡塞武装曾试图夺回16公里线公路,但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频繁空袭下围过,政府军上月曾宣布切断了胡塞武装位于和台达市与其控制的首都萨纳之间的攻击线,16公里线公路。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沙特邓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果断风暴军事行动。 今年6月,也门政府军正式开始收复和台达的军事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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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